据新京报报道 万长华被警察带走的那天 初一女生丁慧更害怕了 万长华是他此前就读小学的校长 也兼任六年级的语文老师 62岁 在六年级下学期 多次对丁慧实施猥亵 强奸 事情就发生在教室隔壁的小房间里 但几乎无人知晓 和他有类似经历的 还有另外四名女生 他们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万长华的击害 但大多互不知情 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藏在湖南 南部山区的村庄 女孩们的父母外出武功 把孩子交给一所家门口的学校 和一位管理严格的校长 曾是他们最放心的决定 公开信息显示 出生于1961年的万长华 在2019年7月 入选全市的高级人才名单 在曾在此执教的陈文言里 这位新来的校长个子不高 走入攻着背 面上看着没那么威严 但实际对学生要求严格 班里语文成绩抓得很紧 学生背书偷懒 他会拿棍子打瘦 打得很凶 在家长们看来 这是老师对学生负责的表现 事发时 五名被妻害的女生 均不满14岁 一份司法意见鉴定书显示 被鉴定人未欢 在性侵事件发生后 有时候会梦到这件事情 看到学校和教室 会感到害怕 有时候晚上出门 会觉得害怕 会担心以后的生活 怕别人知道后 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 左手手臂的斑痕 是多次自残造成的 大概四次 在家里用刀割或镜子的碎片割的 2023年12月1日 万长华被检察院以强奸罪 猥亵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工作 2024年1月12日 此案一审开庭审理 尚未作出判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